字幕志昊 箱不过,前书第十三章第四节 当我们懂得 πα cautious 我们发觉我们就能够胜过这些罪 但我多年亲眼见那些不懂得他这样启示 还要诸多投诉 为什么要说这些教会的罪 这些软弱 就算同性恋理 都应该被人权尊重他 那些人他这样做 他们又怎样对罪 他们升不过罪 他们实际上升不过罪 因为他们没有在神的律例典章面前 用一个应当的态度 而导致他们不干反 就好像人 现在对地心吸力他尊不尊重他 他尊重他知道在高楼跳下来 或者在两楼跳下来扮英雄的话 他知道怎样会断脚 断手的 甚至会死的 就算你会看到以前 虽然老土一点 我们小时候都唱歌 马路如虎口 交通规则要遵守 安全第一命长久 你发现我们对于这些交通规则的尊重 是救了我们一命的 很多时候 你不会说这些歌语 鄙视了我们的力量 鄙视了我们的权力 我们喜欢怎样横过马路都可以 我们喜欢怎样跳出去都可以 就有交通警去抓你了 交通警不是因为想去鄙视你 他不是想虐待你 他不是看低你 是因为交通警知道你是什么人都好 你跳出去的时候 比较大火车转过来都是死的 他是保护你的生命 他是爱你才这样做 我想让你知道你不会指着交通警 你憎恨他 你想打他 你想逼迫他 你想最好世界上没有交通警 你不会的 你知道他是救你一命的 因为他知道 世界上自然定律就是人类创造了汽车之后 汽车和人没得砍的 一砍过来 人就一定贬一定死的 你只有一条命 那你就明白 我不是在做熟灵交通警 所以要憎恨我的人 他觉得 又说你这样说到 他鄙视罪 你只是鄙视了我们 你说这些人不好 那些人不好 这些人做事是错的 变成我现在是做这些 我又戒不了 所以我恨了你 我要逼迫你 没错 这些人在熟灵里面死了 将来落地獄 他现在不知道 但我知道 为什么知道 因为圣经讲的 因为写这个律法的神 他已经带出一个 由旧约至新约 他创造的大自然 明明可以知道 在这些律例典章 在神的law 在神的律面前 无论是自然定律 或者熟灵定律 是无情讲的 是完全无情讲的 一个违反神的律例典章 或者一个违反了 大自然定律的人 是nothing 是一无所有 你直接说什么都没用 人就是这么脆弱 人被授予的 我们所说的生命 和人生也好 在熟灵或者物质界的律面前也好 人应该有自知之明 但问题是 很多人就没有 很多人就算认识了这个神 他们也没有自知之明 当然不认识这个神的人 就更加没有自知之明 但我不是这样的人 我认识这个神 我认识得他多的话 我就知道 圣经说这些罪不可以犯的 一犯就落地獄 为什么我不可以去管教这些人 我为了爱这些人 我为什么不制止和阻止他们 甚至连说都不能说 说这件事错都不行 因为不尊重他们的人权 是否因为不尊重这些老牧师 或者这些告暴自封中要落地獄的 这些熟灵领袖 这些人误以为 他自己在基督教当中 回到教会很久 甚至是有辈分 神都要给他面子 没有的 你试试 你会看到就算我们正在说 香港在人当中 这些人可能赚了钱 例如李嘉诚 李嘉诚是不是跳楼不死得的 银行家是不是跳楼也不能死得 最近我相信这几个月 证明银行家跳楼也能死得的 甚至特区首长是不是跳楼也不能死得 因为他出名 神都要给他面子 自然订律都要给他面子 你想想 那些人是瘋的 但我想你知道 基督教有很多 很多这样的基督徒 很多这样的领袖 就是想一些瘋的事情 但当我提醒他们 当我告诉他们这个事实 他们就争重了 为什么呢 因为就如神和撒母耳说 这些人厌烦你 不是因为他们厌烦你 因为他们厌烦了我 他们厌烦了神 就好像那些人去钉死主耶稣的原因 不是因为他们恨主耶稣这么简单 因为他们恨恨神 但很可惜的就是 就算他们钉死主耶稣也好 或者他们选立另一个王 要撒母耳也好 他们没有办法改变那个律 他们继续用他们自己这种属灵的懒惰 他们这种惰性去过完他们一生的话 他们自己会得回他们自己应得的东西 但是在他们来说 那些起码自己信仰 或者在他们自己的人生当中 向神交道账的人 就变成了他们的死敌 那些人甚至 譬如主耶稣那些都不是 跑去你的会堂踢斗 法利错人讲道 走出去堵乱 主耶稣都不是做这些东西的 但是主耶稣基督本身的存在 或者他教身边的人 去能够对得住神的话 本身就对于这些 不负责任的宗教家 就是一种威胁 当年我没有想到 我自己打算做好自己 我怎样性我罪的方法 我教弟兄姊妹 我在讲道当中教弟兄姊妹 怎样懂得去鄙视这些罪 鄙视一个犯这些罪的自己 而导致自己能够 自己胜过 吃烟 胜过喝酒 胜过在道德上的软弱 胜过自己少年人的私欲 但有我这样的讲道方式 由能够帮到自己 变成帮到人 但问题是你能够想象 这些会得罪了那些 自欺欺人的宗教灵者 这个就是为什么石安在他们的眼中 变成一个必须要毁灭的教会 必须要诽谤攻击的教会 就是这样的意思 因为我们的存在就证明他们是错的 我们找到谁是空手的话 证明他们一大堆疑犯都是原来 屈枉正直 但如果我们平心正去想起 我们回到真真正正的根本 就是如果我们认识了神 而这个神跟我们聊天的时候 他是不是真的会告诉你 他当时定这些十戒真正的心意呢 在十戒的面前 我们有没有看到在旧约当中 犯七十戒的人 是会怎样呢 神不会立刻说人权 我一时说错话 十戒是十个提议而已 犯都没所谓的 我做错了 我错了 我不着 你们才对 是不是这样呢 不是的 我们看到在旧约也好 在新约也好 甚至我们讲的大自然定律都好 在神所定的律面前 所有干犯他的话 那你的生命就不值一问 你的生命就只不过在神的面前 诸久不如 一个犯了神所定的律例典章的人 神就是用这样的态度去看 所以我们也应该用这样的态度去看自己 那我们会导致自己知道 真真正正人生设计出来是为了什么 那我们就会走在神的旨意里面 所以你会看到很多人 就算攻击我们的人也是 他们会羡慕我们教会拥有的神的恩高 拥有委身的弟兄姊妹 为什么会走到真理 但他们又没有想到 这些弟兄姊妹 是因为听这样的道 按着这样的真正的态度 使他们能够走到真理 或者他们会羡慕 甚至神给我们的带领 但是这些带领神 不是说去赐予给那些 妒忌得最多的人 你看到的现象典型 就是说这些人 他们在信仰上根本已经一早 已经没去了最基本 跟神之间的关系 就是经威耶和华 智慧的开端 就是原来我们人生当中 要对这些律例典章 对于神 我们要存着一个敬畏的心 那你就会见到 其实神所给我们的生命 相对和这个生命与生俱来 神所给我们的这些要求和责任 是其实要我们非常之认真 和非常之小心的 去度过我们人生 看不到前书第十三章 第四节 爱是恒久忍耐 又有恩慈 爱是不疾度 爱是不自夸 不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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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愿我心信 期待主倾听 全力尽心 我跟你 又未终应 言不计多少行径 决心走天过路径 向着陈望 行着信心 我必夸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